台湾的棒球迷等了好久 要等的两位台湾之光王建民跟尼福德来见面 都等了两天了 这场王尼会昨天终于会到了 只是两个人会面的时间非常的短 而且非常的低调 不让媒体拍到 尼福德跟着洋机队公关走了长长的一段路 从老虎队的休息区走到洋机队的休息区 就是为了要利用短暂的空档和学长王建民打招呼 可惜的是 这场球迷期待已久的台湾之光相见欢 没让媒体跟拍 尼福德只有事后报告王尼会的过程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学长你好 第一句话学长 对啊就是 就是问他的丧事 然后他就是迅速跟我讲一讲 大概只有这样 而且王建民赶着要去做复健 两个人只有寒暄几分钟 郭尼福德表示 台湾人远在异乡打拼 能够见面还是非常高兴 其实他蛮健谈的感觉 对啊 可能会讲台语吧 对啊 就讲台语的感觉 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你那么会搞笑 你在他面有震惊还是搞笑讲一下 难免吧 第一次见面可能要稍微克制一下 而连等了两天 见到面也没有办法好好闲聊 尼福德是否会觉得遗憾呢 时间上没办法 没有时间上没办法见面 就是大概做群所的人了解 对啊 所以可以见到面 就算很开心 对啊 尼福德表示 除了王建民的伤势外 王建民也和他聊了一下环境 并且要尼福德加油 成为第二个台湾之光 终于新闻的影片表达